我是一学练 杨大神没想到吧 出事也没休息啊 学院也好 我的微信公众号杨诚大神也好 每一天都在更新 学院每一天都在上课 今天希望大家聪明如虎啊 能够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杨诚大神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扫码 这个二维码能够成为我的微信好友 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厉害的技术 跟初二是一样的 初二就在这反手 今天教大家镇守的一个往前的技术 往前应该怎么去做 OK 我们开始 微信公众号杨诚大神 前两天初二 给大家做了反拍的放网 重点都在这边说了 那今天的镇守往前 其实它的镇守要求 跟反拍是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到 往前的挑放一致 因为挑球跟放网 一定是在羽毛球运动当中 用的最多的往前技术 不接受反驳 可能很多人说 我有勾球 我有推对角 你再多推对角 再多勾球 其实都是根据你的放网和挑球 这样一个基础的动作之上 而完成的技术 你只要熟练的掌握了 这个放网和挑球 你基本上前面所说的勾球 包括推球 其实都很容易做到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已经知道 如何去找到球头 那镇守往前 大家有几个问题 就是一定不要去 发太多的力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 是找球头 你只要找到球头 是完全可以通过 你稍少打多的逻辑 把这个球跳得很远很快的 很多人喜欢论大臂 放网的时候 喜欢放好去加力 所有的技术动作 大臂 手肘 其实都是起一个支撑的作用 它主要还是靠着你的是 小臂手腕和手指的一个带动的力量 我们在做正手 放网和挑球的时候 还是一样 拿一个摄像机出来 你拍一下自己 第一步我们就把手要伸出去 手伸的位置 因此拍面低于手腕的 或者平于手腕 你的拍面一定不能高 如果你的拍面伸上去太高的话 你在去转换 放网和挑球的时候 它的变化太大了 你就骗不到对手 如果你的伸手 像我这样伸出去 是以手腕在拍之上的话 你这个时候放网的角度是刚好的 训练标准和我们的反拍是一样的 在一开始 如果找不到力量 去做绕圆 绕圆放网 绕圆挑球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收勺打多 收一点点 打多一点 尽量把你的动作都要做完整 在录像机里面 你录下来 你根本就分不清 自己是挑球还是放网 那达到这一点 我们的训练 就可以说是很成功了 那我今天还是用的 我们旗舰产品 3.5U的 滤金 全是99 499 包信包也包手交 并且45天 吃5米以后退化 在我的微信条程序 和淘宝店铺 都可以下单 今天的教学 包括和前两天 初二的教学 大家都去了解一下 微信公众号 良诚大声 一定要去关注 这个不出意外 应该是羽毛的行业 现在援助最多 最受关注的 羽毛球公众号 我一直在努力 过年也没休息 我希望 在看视频那里 也能够对自己有所要求 在新的一年 要努力 要加油